字幕提供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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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三小架損壞的時候啊 一般來講是後面這個鐵套 我們拿翹棒翹 會發現它橡膠裂開來啦 這個是很正常 常常會遇到的現象 或者是河上頭 在那邊爆油啦 河上頭爆油啦 然後所以有間隙 另外一個支點 是這個柱狀鐵套 這個就很少見 它會損壞 很明顯有沒有 間隙很大 這個是超級大 所以車主換了新輪胎 這不耐久不耐用 都會吃胎 所以這個三小架的部分 三個支點都有損壞的可能 這是我們日常工作 避孕器、三小架 傳動軸、底盤零件 這都是我們常在修的 這個判斷的方式也很快 所以如果有遇到類似的狀況的話 就安排個時間進場檢查一下 好,我們下次見啦,掰掰